高雄加工突破區管理處長林維琼表示 民國五十七年到去年的六年間 政府先後完成了高雄南口和台中三個區的開發工作 高雄加工區創辦最早 發展也最快 三年前 設廠容量就已經達到保額 目前投資總額五千多萬美元 開工工廠有155家 雇用的員工接近五萬人 每年外交額兩億四千多萬美元 都遠超過了一定目標 至於南口和台中區雖然發展比較遲緩 但是也正在逐漸改善中 目前三個區的有效投資案件共211件 投資總額七千兩百多萬美元 已開工的工廠有185家 吳助長同時表示 加工區設置以來 由於績效多助 已經引起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注目 紛紛派遣經濟官員來排考察跟學習 其中韓國跟菲律賓等國家 都已經仿效設置了類似的加工區 都已經接受了更多了 被人了解決定 而在職業中 是為了 這次教育的不意 都已經在教育中 都已經在教育中 都已經是在教育中 但是所有人都還算了 都已經在教育中 都已經在教育中 都已經在教育中